這樣啦,我要插入按鈕會先到這邊 開發人員裡面插入,這邊第一個 左上角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那我先做一個 通常之後的話呢,因為我要做1、2、3、3個對不對 那我先抓第一個 意思就是說呢 你按下按鈕會執行哪一個聚集啦 就這一個嘛 然後習慣上把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點上面一下 把剛剛複製的名稱貼上 這樣就OK了 因為做一個之後呢,其他兩個也要再做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這個按鈕複製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在重新拉的那個按鈕的大小啊 有沒有 寬度高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比較習慣是直接複製它 然後把它貼 貼的話點旁邊一下,然後貼上 那貼兩個 為什麼貼兩個 因為等一下要兩個嘛 一個是插入欄 所以按右鍵重新指定 所以你貼完之後呢 重新再指定它 所以指定大家就是插入欄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一樣哦 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它按下這個按鈕就是插入欄 那這個一樣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那這邊就是刪除欄 那一樣哦 把這個名稱把它改一下 那要為了要確定說OK的話呢 把它按刪除 有沒有 就刪除了 不過它會跟著跑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它會自己跑到右邊 跑到左邊 如果你不想要讓它亂動的話 按Ctrl鍵 點 點 點 三個的按右鍵 然後把它鎖起來 摘要資訊不要隨大小 有沒有 大小位置不隨處的改變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呢 現在刪除欄 插入欄 不過哦 剛剛同學馬上會反應 其實我也想要講 但是我們也講防呆的部分 你說老師 那如果不小心再按下三 再按下插入欄的話 那它會怎麼樣 它就再多一欄嘛 有沒有 再多一欄 那你要刪的話怎麼刪 那按兩下刪除嗎 一下 對呀按兩下 其實倒也好像還好啦 只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防呆的話有沒有 就是 如果它按下插入欄之後 那理論上它再按一下 你就不能讓它再插入 因為已經有了 所以呢 這個我們要額外寫啦 但是我沒有特別講 是因為我怕 講會沒完沒了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沒有把它結束掉 後面就沒辦法講 但是如果剛好有同學提到 那我就順便講 但我可能不會講的 非常深度啦 至於你要改的話怎麼改 很簡單嘛 就是外面再包一個衣服就好了嘛 有沒有 衣服的話呢 那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一般是在上面 按個TAB鍵 那這個條件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 很多可以衣服後面就加條件 那也就是說呢 什麼樣的情況下 是可以插入欄的 那當然很多嘛 什麼樣的情況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啦 我想到的啦 你們可以想別的 如果Range D1裡面 它這個藍的名稱好了 如果不是年的話 不是年的話再插入 OK 不是年哦 應該知道意思吧 如果是年 那就不要插入就跳過了 什麼事都不發生 那怎麼敘述啊 如果 那個儲存格 Range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滿直覺的啦 那我是建議哦 哎對 D1 D1裡面的資料 對不對哦 不等於就這樣 小於大於 不等於年這個字 所以你就這邊都打個年 不等於年的話 空一格 然後 這不要 空一格打一個then 然後做什麼 那我的習慣會先這樣哦 頭尾一定要先加 and if啦 為什麼 因為如果頭尾沒先加 怕有頭沒尾 常常同學就打個頭 哎 忘了and if 然後這個程式就會有問題 那這個 頭尾的話 象徵就是說 你進去 就是說 當這個條件為初的時候 他才會進到這一件事情 所以你再把這一件事情 把它拖拉到裡面去 然後按tap鍵 表示說 他在這個條件發生的時候才錯 那你說那這個條件不發生怎麼辦 他就跳過 什麼事都不做 OK 所以你把它這樣 拖拉進來 然後按個tap鍵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呢就這邊呢 再把它刪掉一下 讓它漂亮一點點 有沒有 這樣就結構很清楚 看起來也蠻清楚的啦 OK 程式也比較不會出錯哦 所以寧可賣一點沒關係 那就確保一定要是寫正確的情況下 好 那再來我們來run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 執行一下 如果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F8啦 F8就竹簧跑跑看 那我們先確定一下 這個條件是微處 所以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它會告訴你 它是不是不等於年啊 實際上治理是不等於 對啊 它裡面是發生時段 並不是年 所以這個應該會進到裡面 所以會幫你什麼 插入年 有沒有 OK 好 所以它發生了 那可是如果你再執行一次 比如像剛剛那種狀況 如果你沒有防呆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繼續再插入 兩個年 再按一下 第三個 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防呆了 那它會怎麼辦呢 所以啊 你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等於True 不是 所以哦 如果假設啦 以後如果你程式 沒有那麼在行 沒關係 你記得啦 不要跑太快 不要說直接 按執行啦 你就按那個什麼F8啦 所以F8就主行嘛 如果你假設啦 跑一跑 你如果希望它快跑 你就按一下執行 如果想要執行 停止的話 就按停止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那這樣寫程式 我覺得應該可以很優雅的寫 慢慢寫沒關係 因為寫正確為原則啦 然後再讓它慢慢執行 然後如果假設你不確定 這個邏輯對還是錯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然後優標再放上去 它就會有答案了 OK 而且每一個資料裡面要什麼 有沒有 它這邊都會告訴你 有沒有 這邊 這邊會告訴你 OK 然後按F8 會跳進去嗎 因為它等於False 所以有點像一個閘門啦 不是喔 你不是我們班的同學 所以你不能進來 門就關起來了 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跨過去 跳過去了 然後什麼事也不發生了 有沒有 所以呢 黏就不會再多一欄了 所以你假設啦 你不小心再多按幾下 按100下它也不理你 為什麼 因為它是黏 除非你把它刪掉 然後再插入 黏又出來了 同樣的道理喔 刪除欄也是一樣 如果你在按一下刪除 它會怎麼辦 它會把這個刪掉 那就不OK了 就救不 對 而且VBA特別追 VBA不支援Ctrl Z 它不會回復 OK 所以很危險啦 VBA它其實 不像是Esser Esser還可以Ctrl Z 還可以救回來 但VBA是救不回來 所以這一點要很小心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防呆的話 那一樣的道理 按右鍵 我們一樣編輯它 我習慣是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 我自己比較習慣是直接 從這邊按右鍵 再按編輯就好了 那它會跳到城市的地方 就這一行 其實要怎麼判斷呢 對 這樣 滿聰明的 要怎麼改 其實聰明的 就直接拿這一行 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等號就可以 對 如果它等於 然後呢 這邊Enter兩下 打一個Enterif OK 然後再把這個 放到裡面 一樣按個Tab鍵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就防呆了 所以以後要寫防呆沒有那麼 複雜啦 也沒那麼困難嘛 應該知道意思吧 加了之後就加了保險了 OK 你說老師 那如果要多重判斷 算了 不要想太多 先可以這樣子 就好了 這樣就很厲害了 你 當然我們可以做很多變化是沒錯 可是如果你功力還不夠的時候 你不要再想太多 不要你都還不會 不會走路你就想要用飛的嗎 對 當然想太遠了 OK 不過後面其實是可以做非常多變化 你要怎麼變化都無所謂 OK好 這樣應該OK嘛 然後一樣啦 如果你假設沒把握的時候 對不對 你就可以按F8 F8慢慢來沒關係 程式就怕說 你做錯了 然後有bug 你完蛋了 沒辦法Control自己 所以呢 它是不是等於黏 不是嘛對不對 所以它會怎麼樣 跳過去 有沒有 欸 沒事 好 那如果假設啦 我們讓它有黏 好這個有黏 有黏 它會執行F8 有沒有 然後呢 當然你如果沒把握啦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然後看一下 欸 True對不對 True的話呢 表示它是可以進去的 OK 所以進去 有沒有 可以刪掉了 欸 防呆了 哇 那其實 還蠻容易的 防呆沒什麼嘛 對不對 插入 再按一下 OK 哇 加了保險 真好 不知道每次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有 就不要按了 OK 這個刪除 再按 OK 那其實說 多做哪些東西 我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 其實就是記得 在這個插入欄的 外面包一個if 記得它的架構 我是強烈建議 你這個一定要背起來 因為你if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會if 你怎麼說你會寫程式 對不對 其實 一幅中間這邊就是它的條件 也就這個條件 如果為True的時候 才會進去裡面 如果為Force的話就跳過了 就跳到外面 OK 沒事 這個是 不等於年 OK 所以 這邊是不等於年 這邊是等於年 試一下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房呆的部分 所以 房呆應該 最簡單的寫法是這樣子 而且是最基本的